辛苦了 辛苦了 一半退一家了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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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拍了一场跳舞的次 舞传剧里的舞蹈 就跟我们平时跳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上次拍那个 芒果TV的剧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女生 她刚好也在 也在横店 她也在另一个组里 然后就看了叫我跳了两句 在空闲的时候 小居也和每一个同龄人一样 喜欢逛街 爱喝奶茶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走在哪里 她的步伐总是迈得十分坚定 这也许就是梦想的力量吧 那个时候我是天天都是戏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 一点过收的工 回上海就拍MV 拍完MV又回来 就是感觉现在都是懵的 我都不知道干了啥 我干了 我干了 这也是我前一天很有戏吗 前一天 累 前一天晚上很有戏 我害你不来了呢 你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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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录了 我都没有戏 我都没有戏 却做我心的一眼 谁总会变成你心中的一切 你不停歇念 你不停歇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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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也会跟我说 哎呀这是第一部戏 就以积累经验为主 啥啥啥啥 压力别大 但是不可能了 反正我不管别人说 你压力大不大 反正我自己想演好 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你成长的一路 还有好多要去经历的呀 就还有很多事情 你都还没经历过 怎么能成为很好的人呢 肯定很好的人家 都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 好的坏的 最终才会成为更好的人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vision 喜欢 解